首颗云原生卫星升天 华为云云原生首次在太空念证 12月10日 今日 华为方面宣布 12月7日 搭载天算星座计算载荷的卫星成功发射 目前 卫星载轨稳定运行 据悉 华为云云边一体方案 在太空成功念证后 方案将批量部署在天算星座17的6颗卫星中 在太空中形成协同计算网络 那么卫星是如何帮助救灾的 云原生边缘计算能帮助卫星做什么 华为云分布式云原生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华为云云原生边缘计算能力 有哪些实际应用 华为云通过一段视频进行了详解 据介绍 天算星座计划 由北京邮电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与天仪研究院共同发起 华为云作为首批合作贡献单位 将边缘计算与卫星计算平台融合 测试数据显示 通过卫星与地面战协同推理 计算精度提升了50%以上 卫星回传数据量可减少90% 卫星将进入云原生时代